我不顾家里反对 一定要嫁给凤凰男男友 生了女儿后 男友对我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变 婆婆甚至想要把我的女儿带出去丢掉 我叫林淑雅 我跟李晨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 她是我的学长 虽然她出生偏远山村 但是从小努力上进 是他们村唯一一个大学生 朋友们看到我和她在一起 脸上写满了 你怎么就看上她了 朋友说我和李晨在一起 简直就是扶贫 但我觉得这不叫扶贫 这叫珍惜 珍惜那个愿意在大冷天里 帮我拿外卖的男孩 珍惜那个愿意为我挤掉晚自习的男孩 珍惜那个无数次在我失落时 给我安慰的男孩 我承认 她家境确实不如我 但我觉得人的价值 可不是由背景决定的 记得有一次在豪华的客厅里 我爸坐在那座仿古的红木桌前 脸色比这桌子还要阴沉 她瞪着我 铁青着脸说 舒雅 我和你妈都是为你好 李晨她 你怎么就看不清楚 她配不上你 我听了 立马就火了 谁说她配不上我了 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就因为她家穷 她就不配我吗 贫富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我挺起胸膛 瞪着她反驳 爸妈无奈地摇摇头 母亲紧皱的眉头显得她十分疲惫 但我不在乎 我觉得她们贤贫爱富 完全没有看到李晨的优点 无论她们怎么说 我都要跟李晨在一起 因为我爱她 不是她的钱 而是她的人 我不在乎她的身世 只在乎她的善良 她的才华 她的坚韧 在我眼中 她就像那些璀璨的星星 尽管身处黑暗 但依然闪闪发光 大学毕业那一天 学校的操场上 一片欢笑和欢呼 我穿着学士服 帽子上挂着小流苏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她拿着一根狗尾巴草 自己动手编了个戒指 就在我们常去的那片小树林 单膝下跪 李晨找了个安静的角落 她神情紧张 看着我 眼中充满了期待和紧张 她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狗尾巴草编织的小戒指 朝我展示 然后单膝跪下 她紧握着我的手 用那双满是决心的眼睛 看着我 说 林书雅 我知道我没有房子 也不能给你什么彩礼 我只有这个狗尾巴草编成的戒指 但我可以向你承诺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给你最好的生活 我愿意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借过来 我会好好照顾你 照顾我们的家 照顾你一辈子 李晨看着我 眼中充满了紧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 戴上了她亲手编织的狗尾巴草戒指 我愿意 我对她说 我的声音虽小 但是去坚定 爸妈知道我要嫁给李晨 简直就像是被五雷轰顶 他们咆哮着 说要是我敢嫁 就断了我的银行卡 断绝关系 林书雅 你敢跟李晨结婚 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妈妈声音尖锐 犹如刀割 爸爸的怒事更让我心如刀剿 但我毅然决然地站立在他们面前 承受着他们的质问和怒火 心里充满了决心 那个晚上 我偷偷拿了户口本 第二天一早就跟李晨去了民政局 我们毫不犹豫地签下了结婚协议 没有花车 没有宴席 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只有小小的一间出租屋作为我们的新房 李晨和我就这样挤在一起 开始了我们的婚姻生活 那天晚上 我依偎在李晨的怀中 看着窗外繁星点点 轻轻握住他的手 低声对他说 李晨 我为了你 跟父母断绝了关系 你一定要好好对我 他的眉头紧皱 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慌 声音微微颤抖地说 那你的父母他们就这样不管你了吗 我轻轻耸耸间 板起脸说 他们不接受你 我也不会低头 李晨看着我 嘴巴张张合合 好像想说什么 但最后却没有说出口 不久后 我怀孕了 李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显得特别开心 他坚决让我辞掉工作 在家安心养胎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 我笑着点点头 同意了他的建议 虽然生活艰苦 但是我们彼此有着对方 那就足够了 李晨把他妈妈接到了我们的小家 宣称是为了照顾我 让我在孕期里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然而婆婆的到来 却让原本温馨平和的生活有了些许的变化 婆婆喜欢将所有东西一锅炖 浓浓的烟火器在厨房里弥漫 一天下来 全家的饭菜都是他那一锅炖出来的 各种东西混在一起 形色可增 他坚持说 反正吃到肚子里都在一起 有啥区别呢 在我孕吐的那段时间 食欲异常低落 面对那一锅炖得乱七八糟的饭菜 我根本无法入口 我尝试着解释 告诉他 我因为孕吐吃不下去 但他却愤怒地摔下勺子 哭诉我嫌弃他 他坐在凳子上 瘦小的身躯在抽气中颤抖 说道 你这个媳妇 我这么辛苦做饭 你却说吃不下 你是不是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 我愣住 想解释 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看着婆婆泪眼朦胧的样子 我只能无言以对 我试图吃一些 但最后都是吐了出来 从那以后 我和婆婆的关系 就逐渐变得紧张起来 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压力 让我逐渐感到窒息 有一次 我半夜因为肚子饿得厉害 就起来找点东西吃 却意外看到婆婆吃着身子 从厕所走出来 我瞪大了眼睛 吓得我差点没把手里的水杯摔掉 妈 我尖叫着 你怎么不穿好衣服 万一是里沉起来怎么办 他皱眉看我 似乎一点都不理解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那又怎样 他扫了我一眼 没好气地说 那是我儿子 我还带他洗过澡呢 他还和我奶呢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当场就傻眼了 感觉好像被雷劈了一样 我怀孕后的日子 其实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温馨和美好 婆婆很快就开始掺和我的孕期管理 最让我担忧的是 她坚决反对我做产检 那东西对孩子不好 我当年怀着沉沉时都没有去医院 婆婆摇头 一脸坚决 我也不是没尝试过解释 告诉她现在医学发达 产检是必要起安全的 但她就是不听实在受不了的 我找到李晨 跟她倾诉这些痛苦 然而她只是轻轻揉着我的肩 用那种宠溺又无奈的眼神看着我 呀呀 你知道我妈妈这些年一个人不容易 她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 她是农村人 对这些理解不了 好老婆 你大人有大量 你就别跟她计较了好吗 我心里还想着要跟李晨好好过日子 我张了张口想要说什么 却也是作罢 如同任何一部生活剧班 生活总是有着她的戏剧性 在我怀孕的那段日子里 每天都像是在和婆婆上演一场 悲喜交加的戏码 直到我生产那一刻 生产前 婆婆坚决地告诫我 一定要顺产 千万不能剖腹 那样子生出来的孩子不聪明 你看看沉沉 我生她的时候一点麻药都没用 她现在多聪明 她话里充满了信念 仿佛婆妇产 就等于是罪过一般 我愣在那里 那份难以言表的疼痛正在侵蚀我 我的双手紧紧抓住床单 脸色苍白 婆婆却只是看了我一眼 说我太矫情 要我忍忍 哪有这么容易生的 疼点没事 忍忍就过去了 婆婆眼神坚定地看着我 仿佛在说 你必须这么做 我紧闭眼睛 感觉自己好像要被撕裂一般 我忍住痛 尽全力地挤压 疼痛像潮水一样涌来 让我几乎要窒息 我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 痛苦如同无尽的黑暗 无法看见尽头 当我几乎感觉生命都在消退时 一阵清脆的婴儿啼哭声 破空而出 病房里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在病房里 我躺在床上 身体虚弱地无法动弹 墙宝中的小女儿 在我身边安静地睡着 那小小的脸蛋 那细微的呼吸声 我深深地感到母爱的满意 然而 婆婆的话像一把尖刀 毫不犹豫地刺进我心中 她在我床边看着小女儿 嘟囔着 生了个女儿 女儿有什么用 我们邻居王阿姨的媳妇都生了儿子 你咋这么不中用呢 生个男孩多好 可以继承家业 女孩嫁出去就不是我们家的了 我的心一颤 我看着她 带着泪水和震惊 这个我十月怀胎 拼了命才生下来的小女儿 怎么能说没用呢 那个痛 那个艰辛 她不懂 李晨也不懂 我转过头 眼泪一滴滴落在被子上 我看向李晨 期待她能站出来 替我说些什么 可是她 她只是在那里 安慰婆婆 妈您别生气了 我们再让舒雅生一个儿子就是了 我心里一阵失落 眼泪更加控制不住 这就是我付出这么多 为了她放弃了父母 拼命忍受婆婆的唠叨 坚持顺产 最后得到的答案吗 我突然感觉心都凉了 第二天清晨 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 照在我的床上 带着点点温度 病房的环境 虽然简陋 但对于我这个刚刚生完孩子的新妈妈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恢复场所 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婆婆推开门走了进来 她看着我 躺在床上 脸色冷峻 仿佛我是她最大的仇敌 舒雅 你明天就出院吧 一个病房一天就要一百 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没那么多钱 她话音冲 没有意思的商量余地 我心中一紧 用力咽下口中的苦涩 尽力镇定地看着她 婆婆 我才刚生完孩子 医生说我需要休养 休养 她嗤之以鼻 我当年生完李晨 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你这不是矫情 是什么 我心中一阵慌乱 我看向床边的李晨 她坐在床头打游戏 好像根本没有听到婆婆的话 我不敢相信 这是她曾经温柔地对我讲述她的未来的男人 此刻 她的眼神竟如此冷漠 李晨 你也这么想吗 我试图说得轻松一些 希望她能够支持我 她抬起头 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低下头 一脸无所谓地说 书呀 你知道我现在的工资 妈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真的没钱了 先回家吧 我沉默了 心中五味杂陈 这个时候 我才意识到 自从我不工作后 我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我根本负担不起住院费 我只能默默地接受 跟他们回到了那个狭窄拮据的家 在回家的路上 我和李晨几乎没有说话 气氛尴尬且沉重 一进家门 婆婆就怪声怪气地说 书呀 你看看这地 都是灰尘 好几天没拖了 你刚刚生完孩子 但是也不能完全放松啊 我刚要说话 她已经把拖把扔向我 然后转身走开 仿佛是理所当然 我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那根拖把 心里一阵呕气 我把拖把一把扔向李晨 试图表达我的不满 我累了 我说道 声音有些颤抖 李晨这个时候 却没有像以前一样 任劳任怨地做家务 她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真以为你来这当大小姐呢 生不出儿子 不上班 现在叫你做点家务 都不甘愿了 她冷冷地说 一字一句 每个字都像是刀 狠狠地搁在我的心上 我站在那里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李晨吗 这是我认识的那个温柔 体贴的李晨吗 我赌气地把拖把砸在地板上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坚强 我说不做就不做 我抱起女儿 快步走进房间 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门外 婆婆的骂声如潮水般涌来 那声音在夜色中回荡 我捂住自己的耳朵 努力让自己忽视那些刺耳的声音 夜晚的寂静被孩子细微的啼哭声打破 而我 躺在床单上 无助的泪流满面 无尽的悲伤和失望席卷而来 我迷茫地望着黑暗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跟父母决裂 嫁给了李晨 泪水晕湿了枕头 我无奈地起身 想去厨房找点东西甜甜肚子 灯光下 走廊显得狭长且冰冷 我捏手捏脚地路过婆婆的房门 那门隐约透出的灯光 和微微传出的谈话声音 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耳朵贴近门缝 我听到了一段让我震惊的对话 婆婆的声音如老鼠在纸箱里刨石一样刺耳 她说道 李晨 我一直想着你们会有个好日子过 但她呢 一个小女人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妈 你别说了 我已经够烦了 李晨的回答让我心一沉 她声音里的那份冷漠我从未听过 哼 没本事就是没本事 没本事还娇气 我当年生你的时候 头天晚上生 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她呢 整个就一个矫情的大小姐 婆婆的话语充满了讽刺 李晨的声音再度响起 她说 我原以为她家里有钱 咱们可以过好日子 我试试顺着她 大小姐一样伺候着 结果她居然跟她爸妈断绝关系 甚至嫁过来连嫁妆都没有 我本来以为 她怀孕生孩子 她爸妈总得来看一眼吧 结果呢 这不就是摆明了 看不起我们吗 李晨冷笑着 继续说道 连儿子都生不出来 还真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 没了家里 她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要不是看中她家里的有钱 我怎么可能会娶她 我惊愕地听着 这是他们心里的想法吗 李晨对我所有的好 只是看我家里有钱 希望能过上好日子 在这熟悉而陌生的房间里 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我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就听到更让我三观震碎的话 要不我们把小雅的闺女卖到村里去当童养媳 婆婆的声音如同冷风穿过细密的缝隙 刺得我心寒 到时候就告诉她 我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没看住 一回头被人拐走了 可以 妈你说的对 家里也没那么多闲钱养个女儿 我惊愕地听着李晨的声音 冷漠 疏离 与曾经温柔的她相去甚远 我不敢出声 捏手捏脚地回到了房间 心如死灰 一夜无眠 脑海里反复回荡的是李晨和婆婆的对话 天一亮 我听到李晨和婆婆出门的声音 我也毫不犹豫地整理好行李 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要回到我父母的身边 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那里才是我和女儿的避风港 透过后视镜 看着那个逐渐远去的房子 泪一滴滴滑落 打在怀中女儿的小脸上 我轻轻地亲吻她的额头 对她说 宝贝 妈妈带你回家 回到家 我敲了敲房门 妈妈打开房门 我一看到她 就开始忍不住大哭 我跟他们道歉 说当初不应该不听他们的话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 毫无隐瞒地告诉了爸妈 我爸一听就炸了 拍了桌子 拿起球杆 就要冲出门 我连忙拦住 她骗走了我的整个青春 算计我 仅仅是离婚 未免太便宜她了 我不但要离婚 还要报复 妈 我回来了 我咬了咬下唇 站在家门口轻轻敲门 像是敲在自己的心口上 门打开了 妈妈满脸惊恶地看着我 她的目光 从我怀中的孩子 转向我泪痕满面的脸庞 瞪大了眼睛 哑哑 你怎么了 她问 神色充满了关切 我嘶哑着喉咙 几乎是哭诉着说 对不起 妈妈 对不起 爸爸 我错了 我抱着女儿 泪水模糊了视线 无声地咽下了哭腔 我将李晨和婆婆的毒计 和他们冷血的对话 一字一句地告诉爸爸妈妈 我向他们道歉 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 得 我不该嫁给李晨 我以为她是真心对我好的 结果她只是为了我们家的钱 现在 我才明白 你们说得多么正确 我真的好后悔 听完我讲述的事情 爸爸的眼神 骤然变得凌厉起来 他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 喝道 这个李晨真是狗东西 太过分了 他愤怒地抓起棒球棍 就要冲出门去找李晨 爸 别去 我抱住他的手臂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坚定 他把我伤得如此之深 欺骗我 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他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我又转向妈妈 眼泪滚动 妈妈 我想让他知道 欺骗我 背叛我 他必须付出代价 我要让他悔不当初 安静的卧室内 床头灯的温暖光芒 洒在我身上 宁静而温馨 我靠在柔软的大床上 喝着妈妈亲手炖的鸡汤 浓郁的味道满溢在口中 就像家的味道 那是一种从心底升起的满足感 就在这时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了起来 闪烁的屏幕上显示着李晨的名字 我静静地看着这个名字 然后接起了电话 你去哪了 家里乱七八糟 饭也没做 你倒好 一声不吭就不见了 赶紧回来做饭 李晨焦急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我抿了抿嘴角 冷静地说 我回我爸妈家坐月子去了 我的语气平稳 就像刚刚发生的一切 只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什么 李晨的声音瞬间变得慌乱 他吞吞吐吐地说 你爸妈不是跟你断绝关系了吗 我笑了出来 这种笑声 深深地刺痛了我自己 也刺痛了李晨 真是可笑 你以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就像你和我一样容易断裂吗 我瞥了一眼窗外温柔的月光 冷冷地说 我要跟你离婚 你和你妈自己解决家务 我要做月子 所以 一个月后 我们在民政局门口见 谁不去 谁就是孙子 第二天 清晨的阳光还未完全洒满大地 门铃就突然响起 我撑着疲惫的身体 打开门 李晨和他妈妈拎着一大堆补品 站在门口 我们 婆婆话还没说完 我就打断了他 冷冷地说 你们来干嘛 婆婆看了看我 低头轻声道 这些是我自己做的补品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 我 我真是农村人 不懂的那些东西 这几天让你受苦了 我轻笑了一下 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哼 之前不是你说一天一百多住院费太贵吗 现在又怎么慷慨起来了 婆婆突然跪在地上 泪水夺筐而出 开始狠狠地打自己的脸颊 他一边打 一边抽气着道歉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给你道歉 你看 我抽我自己 抽我自己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让你受苦了 是我让你和李晨的感情出问题 李晨此刻也跪下来 看着我 满眼悔旧 眼眶也红了起来 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 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一时冲动 听妈的话 忽视了你的感受 但我真的爱你 我真的后悔 我真的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好笑的地看着他们两个 他们不当演员可真是可惜了 要不是我昨晚亲耳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我都要信了 我冷眼看着他们 轻轻挑起嘴角 讥笑道 你们俩真是大戏珍珠 白走红了 你们的演技 我给满分 李晨和他妈妈愣在原地 嘴巴张了张 无言以对 他们的表情 像是被我当场揭穿了什么 这时 我爸走了出来 看着李晨和他妈妈 一脸怒意 他立声问道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我喊保安过来拖你们出去 经过我昨晚的劝阻 我爸答应了我不动手 省得被他们倒打一巴 李晨无声地把他妈妈扶起来 他神色哀求地看着我 轻声道 你现在还在气头上 我们先走 以后再谈吧 呀呀 我是真的爱你 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心里一阵我信 这样的人 我怎么会曾经那么深爱过他 哦 我真的要吐了 待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门外 我爸拿出手机 拨通了物业的电话 是 我是单元楼310的业主 刚才有两个人闯入我家 我现在把他们的照片发给你们 以后不准再放他们进来 他挂断电话 转头看向我 眼神充满担忧 他柔胜安慰我 别怕 有爸爸在 他们不能欺负你 我爸爸坐在沙发上 一只手捏着电话 另一只手放在那上面滑动 他按下了几个数字 然后把电话放到耳边 陈哥 你们公司的那个李晨 你认识不 我有些事情想请你帮忙 他简单地解释了一下李晨的事 让陈哥看看能不能给他穿点小鞋什么的 开除李晨 不让他拿到一分赔偿 他们老板之间互相都认识 李晨公司的老板跟我爸很熟 当时我还想让我爸跟他朋友说一声 照顾一下李晨 当然 我爸没同意 挂断陈哥的电话后 我爸又打了几个电话 对方都是我爸的老朋友 我爸一一说明情况 让他们公司不要收这个人 挂断电话 爸爸把我女儿抱在怀里 轻轻亲了亲他的小脸 他语气坚决 他敢欺负我闺女和孙女 我就不让他好过 回到家后的日子 仿佛是我过去几年里最舒适的日子 每天早晨 窗外的阳光会透过窗帘 洒在我身上 我在柔软的床铺里 拉开床帘 沐浴在阳光里 心里一片宁静 我躺在床上 看着吊顶的天花板 听着外面的鸟唱歌 我手上的手机 一直在响 是李晨不断的电话和信息 但我没有接 也没有回复 因为觉得坐月子的日子太无聊 我没有拉黑李晨 李晨的信息不断涌进我的手机 短信的内容各种各样 我把她的短信当成乐子 转发给闺蜜 雅雅 你能不能让我看看孩子 我是她爸爸 我很想她 雅雅 我在你们小区门口等你 你回来吧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雅雅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知道你这样让我多难过吗 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知道我让你受伤了 但我真的很爱你 雅雅 我不能没有你 我会改正 我会让你回来的 我们见面谈谈好不好 我真的很想你 她甚至发了一张 自己贵榴莲满脸泪痕的照片 我看着她的脸 恶心的想吐 顾不上找乐子 直接把她拖进了黑名单 过了半个月 爸爸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听完之后 她眼中闪过一丝冷笑 她放下电话 转头对我说 那个李晨 真不是个东西 她居然偷偷报假账 私吞公款 现在 她不仅被开除了 连赔偿都拿不到 反而还要赔公司一大笔钱 我看着爸爸的身影 心里无比安心 有她在 我才能坚强地面对这一切 那天一早 我捧着热乎乎的粥 随手刷着手机 突然看到了 业主群里的消息 群里面 纷纷洋洋地发着 关于李晨和他妈的图片和视频 我点开一看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两人居然跑到我家小区门口 拉横幅 上面大大的字 写着林淑雅让我见女儿 婆婆更是在地上磕头 大声哭喊着 她太狠心了 因为嫌弃我是乡下来的 就带着孙女回娘家了 舒雅 我知道我煮的东西你不喜欢吃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给你做你喜欢吃的 求求你跟我们回家吧 我儿子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知道 我一个乡下来的老婆子 肯定是比不上她的亲生父母的 可是为什么还要交代保安 不让我们进去看望 我一大把年级了 我就想看看孙女啊 看到这个场景 我只觉得一阵我信 屏幕前的群友们却被她们的行为打动了 看来她真的很想念她们的孙女 这个叫林淑雅也太狠心了 是啊 看老人家年纪一大把了 她只是想看看孙女啊 她有什么错 这也算是家庭内部的事 林淑雅你赶紧出来 外面大吵大闹都影响我儿子学习了 对啊 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呢 看着群里满屏的同情声音 我只觉得十分滑稽 心头微微一笑 幸好我早就找医院要来了当时病房里的视频 我立马把当时医院病房的视频发给了物业 给物业包了一个大红包 简短的倒出了我的请求 让保安拿电脑帮我拿去大门口循环播放 然后我又把这个视频发到了业主群里 几分钟后 业主群里的气氛突然凝固了 然后像倒灌的瓶子般 倒出一阵惊呼和骂声 物业的张大爷 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平板上正在播放着我发过去的那段视频 李晨和婆婆的声音在小区门口回荡 生了个女儿 女儿有什么用 我们邻居王阿姨的媳妇都生了儿子 你咋这么不中用呢 生个男孩多好 可以继承家业 女孩嫁出去就不是我们家的了 舒雅 你明天就出院吧 一个病房一天就要一百 你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没那么多钱 我当年生完里晨 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 你这不是矫情 是什么 物业收了红包 不仅很尽职地帮我播放了视频 还给我做起了现场直播 大门口的人群开始骂他们 有的大声斥责他们的恶劣行径 有的为我叫去卧槽 他们简直是一对极品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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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21世纪了 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醒醒 大清已经亡了 怎么 你们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 只是想看看孙女 林舒雅太可怜了 居然被这样的人欺负 看着屏幕上群情激愤的业主 我唇角上扬 自嘲地笑了笑 而李晨和婆婆瞪大的眼睛 面红耳赤 像是丢了面子的小偷一样 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小区大门 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很快到了一个月 我给李晨发了个短信 告诉他明天九点民政局见 他要是不来 我就把那个视频发到网络上 当新的一天破晓 但金色的阳光慢慢爬上了天际 我提前到达了约定的民政局门口 我靠在墙角 慵懒地享受着清晨的威风 等待李晨的到来 远处 一道黑影渐渐走近 我抬眼望去 李晨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 他的脸色苍白 黑眼圈沉重 显然是熬夜了 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显得一场迷茫和哀求 舒雅 我们能不能再谈谈 他的声音低沉而颤抖 但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毫无波动 没有什么好谈的 我冷冷地回应 我转身向民政局走去 他跟在我身后 忍不住问道 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没有回头 没有回答他 只是冷冷地一笑 继续向前走 我们默默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就在这时 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打破了早晨的宁静 我转过身 我转头 只见婆婆气喘吁吁地冲了过来 眼中燃烧着怒火 婆婆的脸色恶狠狠的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害得我儿子丢了工作 今天我要好好教训你 话音刚落 他猛地揪住我的头发 趁我不背 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 我被打得站立不稳 耳边汪汪作响 我愣在那里 我用力承受着这个瞬间的羞辱 努力忍住回手的冲动 我不能还手 如果我还手 那就是护汪 我深呼吸 努力保持冷静 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拳头 我们的争执早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保安们纷纷赶了过来 将婆婆从我身边拉开 我站在那里 然后慢慢地掏出手机 按下了报警电话 很快 警车生小气 警察赶了过来 我们被带去了派出所 派出所内 严肃的环境让人有些压抑 警察叔叔的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身上 我抬头坚定地看了回去 要求进行伤情验伤 对我来说 这只是捍卫我尊严和权力的一步 我无所畏惧 验伤结果出来后 警察看了看报告 淡淡地说 依法 我们可以对造成你伤害的人 进行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他的话语中没有任何情绪 只是单纯地陈述事实 李晨立即白了脸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 双膝跪地 开始哀求 舒雅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我妈妈年纪这么大了 不能坐牢 他哽咽着 一巴掌又一巴掌 扇向自己的脸 每一下都清晰地落在每个人耳朵里 婆婆听到可能要坐牢 也吓得面无人色 他连忙跪下向我磕头 边磕边哭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了 我冷笑着看着他们的表演 不为所动 正当此时 我爸爸带着律师走了进来 他一边摸着我的头 一边向警察说 坐牢也可以 不坐牢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求赔偿十万的精神损失费 爸爸的语气平静而坚决 没有一丝波动 他看向李晨母子 一声冷哼 我女儿 我自己都舍不得打一下 你们也配 李晨和婆婆的脸上顿时变得苍白 看来这个惩罚他们并没有预料到 而我静静地坐在那里 默默看着他们的表情 心中却是一场的平静 如同一阵暴风雨过后的天空 我生活的边际开始慢慢地泛起了曙光 李晨失去了工作 又背负着一身债务 那一大笔欠公司的钱 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他的身上 让他无法动弹 我的心里虽然没有因为他的近况而感到欣慰 但对于他曾经给我造成的伤害 这无疑是一种公平的报复 婆婆因为动手打我被拘留了三天 尽管一巴掌在法律面前 这不算什么重大的案件 但对我来说 这也足够让我开心了 我接到爸爸的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说 舒雅 李晨那边的事情 他赔不上公司的钱 已经被晨哥告上了法庭 他的声音平静 但我可以听出他的满足 我坐在阳台上 手里握着电话 望着窗外三亚美丽的海景 心中不禁洋溢出一股甜蜜的满足感 耶稣在微风中摇曳 阳光洒在海面上 照亮了每一寸光明 抱在怀里的女儿熟睡着 小脸蛋儿一片安详 我低头看着她 内心充满了幸福 此刻的我 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阴霾 我知道 这个女儿 是我生活的全部 她给了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让我看到了生活的美好 我放下电话 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小脸 看着窗外的风景 心情无比的好